再來我們看到 常常看到一些 不管是政論節目 或者是一些娛樂節目 有一些名嘴 他們真的是嘴巴好厲害 講得好像他們 每件事情他們都在現場一樣 我們再來看看 在網路上就有票選說 這些名嘴 給大家印象深刻的 有哪幾位 其中第一名是誰 我知道我們的保潔哥 排名在第四名了 一起來看看 你告得了一個朱學恆 難道你能夠告得了 千千萬萬個認為你是惡人 而且做得不好的台灣民眾 公開炮轟 苗栗縣長劉振宏是十大惡人 他是朱學恆 我想其實這一次的事件裡面 有很多的社會安全網都漏接 全台社會瞩目的北捷殺人案 兇嫌震捷 朱學恆也撩絡指掌 名字就是難看行銷 所有人都難看 參與人難看 執行人難看 一直到最近 稍肉店換銅板的行銷 通通拿出來討論 在網路溫度記憶中 最令網友印象深刻的名嘴 宅神朱學恆排名第一 另外網友記憶第二身的 就是唐湘龍 這將近70個所謂的輔導友勇士 那他們其實沒有任何一個人 到目前不要說死亡 連因此而染病的都沒有 在談話節目上 護航核能議題惹來爭議 而排名第三的就是趙紹康 你問我 我覺得外交部長根本該下台 還有上支天文 下支地理無話不談的保潔哥 也榜上有名 排名第四 四天的時間 就從一個正常的狀況 變成了這樣的一個重症的狀況 另外連最近遭到波七狼狽 出現在鏡頭前的許勝梅排名第十 網友票選出名嘴代表 看似靠嘴吃飯的工作 其實背後付出的努力 承受的壓力肯定比一般人多 有獨到的見解 才能在名嘴的生死鬥中 殺出一片生機 東東新聞綜合報導 警察